全新完工的屏東西市場 讓民眾大二天買菜 終於有冷氣可以吹了 屏東縣長周春明就表示 目前西市場有進擺攤 攤商跟店鋪重視綠色消費 跟友善土地 也展現南臺灣新市場的風範 這一大早 副總統蕭美琴 就跟縣長一塊現身逛攤位 也致陣好彩頭給攤商 請大家重申鼓勵 西市場強勢回歸 屏東西市場上個月底市營運 十六號正式開幕 副總統蕭美琴一早也到場 致贈好彩頭給攤商 還跟屏東縣長周春明提著加紙袋 逛了市場一圈 沿路熱情跟攤商打招呼 屏東縣城鄉發展處表示 西市場共規劃十六間店鋪 和七十八個開放式攤位 包括蔬果 生鮮 百貨等類別 攤商紛紛大讚 市場改建後 更舒適衛生 還有民眾是從高雄來逛 重點是涼快有冷氣又乾淨 規劃的還不錯 我們喜歡這樣的市場 希望我們高雄也有 它裡面賣的一些文創的東西 其實比較年輕的一個店家 稍微比攤商好多一點 擁有四十多年歷史的屏東西市場 過去扮演重要的採買聚集地 近年因建築物設備老舊 結構安全堪律 屏東縣府赤資一億九千多萬元改建 打造南臺灣首座可調控室內溫度的 綠建築市場 我們現在重新打造不管是外觀 不管是內部 我們有最現代的 最科技的還有綠能節電還有環保 而且我們所有的攤商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現在四十協會也把大家的 這個能量發揮到最高點 習市場華麗轉身 不僅保留傳統市場人情味 更多了文創手作咖啡等攤位 讓各地民眾感受南臺灣新市場崩範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